他用树叶当裤子,他就是生活在哨兵岛上的土著人 这一集我将告诉你一个关于哨兵岛的秘密 内容劲爆,容易下架,建议先收藏,再观看 今天早上,他们捕到了一只大鸟,这就是他们的早餐 他们用干枯的树枝和树叶搭成火架 用石块在竹筒上用力打磨 石块产生的热量将树绒点燃 再把树绒放在火架里,轻轻吹气 火源生气 如果你在网上搜索了哨兵岛 你会看到大量有关于外人物禁,屠住吃人,闯入者必死的消息 而且本地部门早就关闭了附近海域 这些是真的吗,我来给你解答 首先,哨兵岛不止一座 附近海域里几百上千个荒岛都叫哨兵岛 由本地的搜这儿统一管理 就在几十年前,他们在岛上意外勘测到了金矿 然后把金矿承包给了私人 私人负责开采技术 搜紙负责保护 双方开启了互利互惠的合作模式 为了能顺利开采 他们封锁了哨兵岛的附近海域 并且对外宣称,哨兵岛土著人极度危险 所以渔船商船不得靠近 这一封锁就是几十年 不过长期封锁给自然生态带来了好处 与世隔绝,不受现代干扰 这里几乎保留着地球最初的样子 很多即将灭绝 甚至已经灭绝的动植物 比如全球不到一千只的石火鸡 比如不到一百只的亏西鸟 在哨兵岛上随处可见 甚至已经沦为了土著人的食物 这肉是生的呀 哨兵岛上雾大雨多 白天又闷又热 凌晨又冷又潮 而且紫外线很强 恶劣的环境是对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 这个就是本地人最真实的生活状态 这里就是真正的热带雨林 原始森林 而且每一天都在下雨 身上的所有的衣服都湿了 我的充电宝已经进水了 坏了没电了 手机也快没电了 很可惜 我可能要离开这了 以后有机会再来吧 哨兵岛 野人生活 说了这么多 你肯定有个疑问 我是怎么去的哨兵岛呢 现在彩蛋奉上 这个是瓦普嘎军区的司令 整个东哨兵岛这一块 所有的治安都由他来管 然后刚才呢 写了个文件 就是允许我去了 而且在安全方面呢 可能会给予一些帮助 然后现在准备出发 哨兵岛 啦 我愿意了 好